大家好 我是娟子 今天我用红薯来做好吃的 先将洗净的红薯 削去外皮 我买的是黄芯红薯 这种红薯吃着更软糯一些 切成薄片 越薄越容易蒸熟 装到大盘里 开水上锅 蒸上20分钟 蒸好的红薯 约300克 用筷子轻易扎透就熟了 倒在大盆里 倒成细腻的红薯泥 稍微晃凉以后 加入4克酵母粉 先将酵母搅化 再分次加入面粉 约150克 每加一次 都要充分的搅匀 搅成面具状以后 下手揉成面团 像这种稍软一些的面团 形花子两倍大 接着调个糖馅 碗里倒入60克白糖 加入一勺面粉 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一步是为了防止 白糖受热以后流淌 两个多小时 面团就发好了 里面都是小气孔 放在面板上 充分的揉搓排气 然后搓成粗喜相等的长条 再切成均匀的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 先揉圆 压扁 擀成一个中间后 边缘薄的面皮 晃上一勺白糖馅 用包包子的手法 收口 捏颜色就好了 收口处朝下 擀成一个牛舌状 全部做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 二次醒花10分钟 醒好的生胚 拿在手上 轻飘飘的 放进预热好的 电饼厂里 在表面刷上一层清水 撒上一些黑芝麻 开大火 烙上两分钟 闻到香味以后 刷上一层薄油 给生胚换个面 再接着烙上两分钟 两面金黄 红薯饼就熟了 这样做的红薯饼 简单还好吃 花面做的 松软好消化 里面是香甜的糖馅 还有逢薯的香味 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 都可以多吃一些 喜欢的朋友 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见 粉丝 煮 葡萄